大家好 这里是红山油田 我身后的就是抽油鸡 大家看美不美 看 全是油鸡 整个一片的油区 我是艾克曼蒂姆克特尔 这里是我的家 新疆克勒马尹 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始终坚持在生产一线 解决现场的技术问题 攻克难关 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我父亲是一个工人机师 这可能是受父亲的影响吧 这个专业技术 是比较 比较入迷的 92年分到咱们科罗马尹电厂 平常做一些小的一些改造 来提高设备的性能 感觉有生理有感 每天只要有时间 我都到现场来看 尽量地发现设备 运行状态下的 一个小的细节的变化 和小的故障 能够避免大的事故发生 听得多了 看得多了 运动力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吧 基本上可以判断得出来 这个设备有哪些方面的故障 做了好几年的准备工作 做出了我们的第一份解析会程 如果请外企的技术人员服务 大概在2万美金左右一天 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 那为啥我们不能自己来修呢 1997年入党 入党就是这个原因 我想提高我自己的觉悟 和自己的认识 听党话 跟党走 那我入了这个团体 就因为会组织来带领我 引领我 往这个方向去走 往这个方向去靠我 为人民服务 党员为了搞好这个工作 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 能不能让旁边的人向我看齐呢 工作量提高了 工作效率提高了 那对大家都是好事 我想以自己的觉悟 和自己的工作态度和思想 带动我周边的人 我应该是要比常人突出的 做一些努力和做一些付出 我想感染我周围的这个员工 人人都有这种想法 我相信咱们的技术可能会对于政党 党章里面也说到了 党员就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每个共产党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 能够发挥自己最佳的这个作用 我们是整个这个咱们党员团队里面的 是一份子 就是说是一滴水 党员必须要起到一个带头的模范作用 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发挥到极限 发挥的最好 一往一处使 中华民族的美大复兴中国梦 我们一会儿去见面